再帥 歡迎賴嬌先生 蕭敬騰 也謝謝 喔 水水水 好 我們先讓老蕭先來單拍 我先拿一下麥克風 好 也謝謝我們 另外總覺得謝謝Joyce 這麼多的朋友們都來到現場 還是一樣 再一次給老蕭一個熱情的掌聲 歡迎一下好不好 熱情的尖叫聲 同時 我們也先讓老蕭給我們現場所有的 期待已久的 特別是拍攝的攝影大哥大姐們 我們先來定位拍照 同時就像剛剛Joyce所提到的 一直以來剛剛講到 金箔家就是不斷地 用心地去創造美好的事物 讓更多喜愛享受生活的朋友們 那可見我們的這個刁嘴的老蕭 吃著我們的剝皮辣椒 越吃越吃越上癮 越吃越吃越有想法 現在就變成我們的辣椒先生了 來 OK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讓老蕭 先跟我們現場的朋友們說幾句話 來 我站這邊 來 老蕭有請 先請老蕭要跟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們打個招呼 大家好 好 嗨 過去你是先是有Mr.Jazz 後來變成了洛克先生 一度又是娛樂先生 今天的你變成了辣椒先生 就像剛剛講到的 因為一直以來愛吃辣這件事情 我們都是有聽說 要不要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平常生活當中 辣椒先生 對 就是出生的時候就是辣椒先生 從此 只是現在才讓大家知道 現在才讓大家知道 那平常你到底有多愛吃辣 聽說非常愛吃辣 就是餐餐都要辣 每餐都要辣 然後什麼都要配辣 登台前尤其要辣 要辣 所以辣是可以幫助你開賞 我是不需要開賞的 不需要開賞 隨時都是保持在開賞的狀態當中 而且都百無幾幾 再怎麼辣都盡量放馬過來 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一次 我們透過了這個 辣椒先生跟金柏佳 一起的合作 變成了共同出品人之後 我聽說你也已經準備了 我們即將要登場的這個廣告的VCR 要搶先跟所有的貴賓朋友們 一起來分享 好 而且是兩支對不對 我們一起來欣賞 來我們先請老師要跟我們站旁邊 掌聲歡迎 我們一起來欣賞這個精采的VCR 好帥 就是說這個廣告拍得很好 拍得帥 同時也好看 對不對 很可愛的表情 你有沒有重現一下 好可愛 就是那個氣到對不對 鼻子都出氣 辣到鼻子都出 神厲害 考生鼓勵 還要配他那個煙 登登登 那個煙繞就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平常的你吃辣 可是沒有在 沒有在害怕 會真的會讓你辣到 吃辣絕對就是一樣 這個樣子 面不改色 一樣是面不改色 就其實全身都是濕的 還是 吃到全身冒汗 可是每個人不一樣 有的人吃辣是喜歡開胃 對不對 多一點點的促進食慾 但是這一次是 先是講到是剝皮辣椒 開始了 帶動了這麼樣的一個 合作的奇蹟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金伯佳合作的這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緣分嘛 然後有一次就是 吃到金伯佳的剝皮辣椒 是 然後就展開了我對這個 這個剝皮辣椒的喜愛 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有感覺吃到自己家鄉的味道 然後又很地道 又 我又覺得很符合大眾的那種口味 對 但事實上這個辣椒 本身就已經很暢銷了 非常 非常 紅這樣子 很火紅 反正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 我們就開始有 怎麼合作了 更多的接觸 然後合作的機會 所以之前是真的 我聽說老蕭就是 不管是登台以前 就是外出吃飯 有的時候自己口袋裡頭 就是擺著一包剝皮辣椒 動不動就是撕開來 然後就是再加味這樣子 對 那這一次一起的合作 包括了辣椒先生的這個 老蕭特調的老蕭拌麵 你一口氣就推出了 兩個不同的口味 其中包括了 你看 紅色的叫做油波小辣 油波小辣聽說是因為 你一直以來對於辣油的喜愛 然後特別的加入了花椒 辣碎椒 這也是我們經過一段時間 一起去調整研發出來的 是 另外還包括了這個純醬微辣 純醬微辣是黃色的包裝 待會兒我們也都讓 所有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來到現場的櫃裏 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一般人對辣的定義不太一樣 是 我覺得這個小辣 對一般如果認為的小辣的人 是可以跟你在同一個level就對了 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是會有點辣 因為其實 所以 如果覺得自己不太會吃辣 應該要吃那個微辣 因為對我來講 那個微辣基本上是沒有辣 因為Joyce剛剛我們總監有先跟我先講 你等一下要試 先從微辣開始 微辣 雖然老蕭說他覺得不辣 其實已經算是蠻夠味 小辣是一般人的大辣 Joyce剛剛特別有講到 所以可見要慢慢的循序漸進 我們可以先從微辣的部分開始 對 不過我們就講到 今天畢竟是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好料 一直以來老蕭也都是不藏私的人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了現場的 現在開始活動筋骨了是不是 不是 等不及準備要來上菜了是不是 身體有點緊 身體有點緊 但是要讓你大秀一下身手 因為我們宵夜食堂是蕭敬人的宵 我們宵夜食堂我們準備要來開張 因為我們準備的好料 要麻煩透過了我們辣椒先生 你要巧手一揮 幫我們現場的朋友們來準備一下 好 來 我們請工作人員先幫我們準備一下 道具我們的宵夜食堂 老蕭的蕭已經準備要開張 現場的歌迷朋友們 給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來歡迎一下我們的這個 宵夜食堂馬上要出現 好 你們都吃過嗎 都吃了嗎 有試吃了是不是 有一些講得比較心虛一點 真的 是他們老早就進場了好不好 有吃過是嗎 有沒有自己煮 這個麵要稍微煮久一點 因為它是關廟的 炒麵日曬關 那個嚼勁非常好 對 Q 但是大概煮個六七分鐘 對不對 是最理想的狀態 但是已經有試吃的朋友都說 這真的辣度不得了 這真的有辣 我們要看看你真的 真的有辣 沒有辣就不要出 真的真的 就不要叫自己辣 所以我們待會除了會有老蕭拌麵之外 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各式各樣剝皮辣椒 其實有不同入菜的方法 是 剝皮辣椒雞湯 其實它剝皮辣椒是一包一包 它是那種 小包裝 好攜帶的 就你可以帶去 比如說去歐洲的時候 去 像比如說前幾天我去義大利 我就帶了好幾盒 那義大利雖然美食非常好吃 但是我們只要在 我們還是習慣自己吃自己的胃口 當我們把那個辣椒拿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 哇 就覺得好像 好像回到自己家鄉一樣 真的 其實有的時候說實在話 去到了海外 大概吃個三午餐左右之後 還是想要回到 對不對 自己家鄉的口味 對 真的還是會覺得有點想念的時候 你看小小的包裝 方便攜帶 這個就是 大概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這個是麵裡面的包裝 對吧 那事實上 那個剝皮辣椒 它還有一個盒子 它是另外一種 不拿上來 待會兒拿上來 待會兒還要跟大家一起比一拼 剛剛先是介紹了 我們的剝皮辣椒可以做雞湯之外 其實我們現場還包括了 待會兒所有貴賓都可以試用的 這個試吃區呢 準備了 我跟你講 西洋菜也同樣可以剝皮辣椒入菜 剝皮辣椒 鳳梨雞肉百菇咸派 法文叫做kish來的 其實派就有很多種做法 對 就看你想怎麼做 就可以剁碎了之後加進去吃 對 整條的 對 一把這樣撒進去 其實是很豪邁 可是同時呢 一條一條的剝皮辣椒 很適合擺在手捲飯糰裡頭 所以包括了這個 剝皮辣椒雞肉 手捲飯糰 我們同樣待會兒晚一點點 讓大家可以來親自品嘗之外 最想吃的 其實你想怎樣就怎樣 加味就對了 而且這個剝皮辣椒 它像點心一樣 你隨時吃都可以 你單吃也可以 然後配粥也可以 早餐的那個粥 你剝皮辣椒可以當零嘴來吃 當然啊 真的是厲害 好待會兒看你空口吃剝皮辣椒 給我們表演一下 其實這個剝皮辣椒 之前研發了一個 就屬於我的味道 屬於你的味道 但我覺得大家一定不會買 所以就沒有上 是什麼樣就是 XXXL的這種 而且還滿辣的 真的還滿辣的 真的滿辣的 就是想說可能到最後推出 只有老蕭一個人光顧 對啊 我覺得 但是我還是希望 大家都可以吃到 這麼好吃的東西 所以 待會兒有機會 讓大家一定要試吃 真的嗎 對啊 但是 有帶來嗎 有帶來嗎 等一下 Juice有點頭 等一下我們就 上次做到現在還沒有吃完的 上次試吃剩的 不會啊 我們待會兒準備好料出來 但是還是 我來拿 來 好 所以這個帶著愉悅的心情之外呢 需不需要什麼油 我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 筷子 煮麵這種事情就是 每一個人都要毀 煮麵在每一個人 簡單啊 火一開水一下 然後六七分鐘就得了 其實麵已經煮好了 說十十那十塊 是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 我們擺在 我們的碗是擺在哪裡 我們擺這嗎 擺這個是不是 好 一小口吧 一小口而已 太小了 好好好 來來 好 我們讓這個媒體朋友們 可以捕捉 我們老蕭的這個 拌麵的音姿 OK 麵先盛起來之後 需要解說嗎 要不要我這邊再幫忙 再拿個 鍍個麥克風 這 這有什麼好說的 就看就對了 就是把麵撈過來 撈過來 好 我想一步一步 要不要解說一下 好 另外 可以來個兩盤好了好不好 那我第一盤 我先擺過來 來 好 第一盤的這個 沉麵沉出來之後 愉悅的心情不能少 對不對 所以繼續同樣的愉悅之外 其實老蕭的SERVING 你算是 算是大氣的 這個 這個 一抓這樣子 一大坨這樣擺過來 重點就是接下來的 撈起來就沒事 因為都說麵都已經撈完了 這樣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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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解說一下 這個要解說嗎 第三個嘉賓是吃這個 就嫂子來的是不是 夾子就是嘉賓來的 好 這個我們就擺在這邊 沒關係 因為我們麵都已經給它撈出來 好 來到這邊來 好 講到我們的這個 這一次的辣椒先生 金柏拉辣椒先生 對 要拌了 要拌下去了 我們這邊準備了 我們其實這一次最重要的是 其實老蕭一直以來 從產品的研發到現在 不斷的跟著試吃 你有特別講過 拌麵不能只是醬油膏而已 這個所有的醬料要用 去熬煮的方式 帶有不同的辛香料 所以呢 這個是我來幫忙代勞嗎 好啊 好 我來 那我幫你拿麵 那我要來解說一下 你解說一下 你真的要解說 這有什麼好說的 你就撕開倒下去 還是大家倒不下來一些 好 這邊另外一邊也來一些 好 最後我再想 臘油這邊我幫忙下之後 剝皮辣椒一定要麻煩你 好 沒有問題 好 看我這個是宣冰多主 好 來 最後一塊 你很會 你手感蠻好的 我 對啊 我這速度 給他快快 手感火熱 接下來就麻煩你了 好 我們這一次的剝皮辣椒 其實是在我們現在可以說是 乾拌麵當中非常難得一定少不了 就是老肖一吃對味的剝皮辣椒 這個就是大絕招了 這個是大絕招 這個沒放 你就等於你根本沒吃這碗麵 而且我聽說剝皮辣椒 我們連它最後的湯頭 加多少的份量 多少mall 多少CC在裡頭 其實都有講究過的 所以不要忘記了 到時現場的朋友們記得 今天老肖特別有交代 剝皮辣椒加進去 那個湯汁也不要客氣 全部給它往裡頭倒 然後給它拌起來 這個其中的辣度 就可以完全的呈現出 老肖 我們的這個辣椒先生 最想要呈現的 原來該有的風味 來這邊也來一些 第一盤 我們當然少不了 先是讓我們的辣椒先生 先來品嘗 不過第二盤 是不是可以跟粉絲朋友們 來分享一下 也不錯是不是 也可以跟粉絲朋友們來分享 但第一盤還是要麻煩老肖 需要衛生紙嗎 哦 愉悅的 愉悅的這個心情 我們同時準備一下 衛生紙好不好 有沒有擦手指 來 這邊有了 有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來一些 好 好 愉悅的心情 完成了我們這一碗 老肖特調的 宵夜食堂 老肖特調的這個拌麵之後 要先搶先試試 記得哦 老肖 你有說面不改色哦 你剛剛有說面不改色哦 拉麥克風是不是 來 來 我不可能有反應的 我不可能有反應 因為這個是小菜一碟 對不對 小菜一碟的辣度 好 來 幹嘛又不是比 你吃辣椒比賽 對 但是還是 我們要讓我們所有現場的 媒體朋友們 能夠捕捉到 我們辣椒先生 能夠搶先品嘗到 最新的跟金箔家一起合作 對 第一盤是由你先來品嘗 第二盤再有麻煩你跟粉絲朋友們的互動 好 來 哪一邊都可以 來 不要忘記了 在真的要入口品嘗之前 把我們你看背板上面如此帥度 要完全的這個忠於呈現 我們的辣椒先生在今天呈現出來的 老肖拌麵 先請老肖看看正前方好了 正中間 正前方 當然我們平面媒體的好朋友們 很多都是坐在右邊 我們看看右手邊好了 右邊 好 好 再定格一下之後 我們稍微簡單的品嘗一口 給大家來分享一下 哇塞 愉悅的心情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一定要這樣甩一下就對了是不是 好 我問問看現場的 媒體朋友OK嗎 OK 我們繼續來聊一下 不 如何 有 posing嗎 美味到不行 美味到不行 這 加碼第二口麵的 你看看 吃好料就是要像這樣吃的 剛剛的愉悅的心情 給他完全的對不對 就是因為 這一碗 這 欸 喔 還好我沒有說要分兩排 因為本來說一排是要 分的跟這個粉絲們分享的 還好我們有準備多的 好吃嗎 欸 那個等一下辣椒分我一小塊啦 好不好 辣椒等一下分一塊給我 他麵真的是吃到沒有 真的是吃完的 好 游目共睹的 來來來來 果然來自於自己出品的就是不一樣 日曬關面 來 請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 我特別留了兩片辣椒 跟兩根麵給 對 給我是不是 真的是吃完囉 這個是吃完 等一下辣椒留一點給我沒關係 好 還有兩條麵 兩條麵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自己想 這個等一下跟歌迷陪我們可以一起來分享 先問一問看 我們現場的歌迷 誰想要來搶先品嘗一下 我們的這個老蕭拌麵 剛剛洗牙給這邊全部都有 好 我們站著那個男生好了好不好 戴眼鏡的那一位 來來來 麵口了 熟 跟麵一樣熟 來來來來 歡迎你 我穿著娛樂先生的T-shirt來到現場 嗨 請問怎麼稱呼 唐莫 OK 唐莫你好 自己平常在家裡頭 已經先搶先品嘗的辣椒先 試過了 然後我覺得 不夠辣 現場調 等一下 你現在是微辣 你在踢館是不是 你是微辣的還是小辣的 我是吃小辣 但我平常吃超辣 我是會帶辣椒粉在外面吃飯 我跟你講 我也覺得不夠辣 但是人家覺得很辣 你不能這樣 你這種做生意的頭腦 就是自己會垮掉 我跟妳講 不會 我得說到時候知道了 金伯佳可能接下來繼續往上走 中辣大辣 統統給它上來 對不對 好 但還是 老蕭今天難得 親自 對不對 為你準備的這一盤 宵夜食堂的老蕭拌麵 趕快 要不要自己來品嘗一下 還是要老蕭餵嗎 還是要筷子 餵嗎 用湯匙餵 就把它弄到湯匙 可以 好 你看看我們的這個辣椒先生 糖末是不是 湯匙餵 你看多棒啊 今天來到現場 不只是來挺我們自己 一直以來 最挺的藝人之外 還有機會 搶食啊 搶食就是這個意思 來來來 我們也請 現場的這個幸運的歌名 你看我旁邊在旁邊一直看著 我都 厲害 這只是剝皮辣椒而已 湯匙餵平常吃很辣 是不是 超好吃 好吃 好吃嗎 你是哪裡人 台北人 台北人 家就會買這個吃 然後會拿來煮瓜子肉吃 你看又有一個新的創意 新的創意 新的吃法 不錯不錯 麵的部分也要 要做做選套 喂麵這件事情就尷尬 你自己來吧 你自己來啦 我也是這麼覺得好不好 來來來來 不然把你的臉弄髒 舞台上面吃一口 剝皮辣椒 像老蕭看齊 他一次 像老蕭看齊 你看 你看我就跟你說 你歌迷都很早來 他們午飯沒吃就 午飯沒吃就來了 對不對 好 這邊面紙之外 老蕭 這個是真的 是不是覺得自己衝動 不會 熱了是不是 來 蕭敬騰準備了禮物 對不對 要送給我們這一位 唐莫 雖然準備的就是 剛剛自己所說 還可以再加更多的 這個辣粉的 油波小辣 謝謝你 來 唐莫手下 你現在該不會心裡想 早就上次不要買 不會 還會繼續挺下去 放心 給我們現場 唐莫熱情掌聲鼓勵 來 二位請看正中間 來 二位看一下正中間 好 我們 他們的聲音也知道 原來所謂的半面 也是可以變化多端 各式各樣不同的做法 對不對 好 所以剛剛講到這邊部分 待會我們也歡迎大家 可以跟我們一起現場品嘗 除了拌麵以外 雞湯也可以入菜 還包括了鹹派 還有飯糰之外 我們接下來繼續想要跟 歌迷朋友們 有互動的機會 所以就像剛剛老蕭說的 這一包這個我們剝皮辣椒 想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我們就乾脆直接請他們上來 大家比賽 全部上來是嗎 沒有 只是三位而已 三位而已 好不好 我們先請工作人員幫我們 整理一下桌面 我們待會呢 要跟所有的這個現場的 幸運的歌迷朋友們 一起有互動的方式是要 是完全跟剛才的版本 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就等級比較恐怖一點 是他沒錯吧 我沒認錯吧 沒有錯 是他沒錯 其實不好意思 跟各位講一下 以這邊一來 我光是聞到氣味 對 沒錯 就是沒有販售的 對吧 沒有販售的版本 這個就是 削辣版 為我特製的 對 因為我們就叫它削辣版 而且我得跟各位來分享 光聞那個氣味 對 那個辣味 就光是從空氣裡頭 都可以感受得到 好 你現在是怎麼樣開胃了 我嚇到 你嚇到了 因為你嚇到好久沒吃到的 是不是 上次試吃以來好久不見了 欸 我覺得剛剛那個歌 可以來再試一下 剛剛那個歌 你要輕點它是不是 來 剛剛覺得吃不夠 糖末是不是 糖末再來 我們再找兩位好不好 我們再找兩位 再找三位 再找三位 夠啊 再找三位 好 再找三位的話 那鴨鴨你好 都是動物啊 都是 對啊 我想說一邊有鴨 一邊有倒 還滿絕的 請問怎麼稱呼 你好 西西 西西 西西你好 來 在我們四位 準備一字排開 要來先試吃削辣板之前 小景彤你要不要先給他們一點心理建設 其實啊 吃下去都是開胃 大約到第二 第三片左右 你才會感受到 早知道不要吃那麼多 早知道不要 不是 NO 到第一 所以今天我們只吃一條 對不對 第一片就好 讓大家有開胃的感覺 對 第一片就覺得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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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後來就再第二片 第三個 不行了 好 大概到這邊為止 差不多是中間 那不錯 那我們就是一片的部分 跟四位可以一起來分 老蕭你也會想要來一口嗎 我當然要 好 當然要是不是 好 那四位要不要往前一步 來 我們跟老蕭一起 來品嘗一下 我先吃嗎 我覺得大家要不要四位一起好了 好不好 還是 你等不及了是不是 筷子不夠啊 筷子不夠 好 那那就歌迷先吃 歌迷先吃 歌迷先吃 來 我餵你們吃 哇 唉唷 選對了 選對了 好 第一位 剛剛講的是西西西 你平常吃辣不 你不吃辣什麼 我都忘了問 那你死定了 你糟糕了你 現在下去還來 你要吃還是不要吃 要不要吃 你吃嗎 好 為了這一個機會 非吃不可 我們茶先上 你看看 牛奶 這個是解辣的 牛奶來著 老蕭一口氣倒四杯算了 我感覺 來 我來麥克風 吃後的新的 第一片 對 第一片都是這樣 開始大 還可以 還可以 第一片都是開胃 好 再嚼一下 我們再看看下一位 會是什麼樣的反應 因為接下來的這一位 聽說他總是挑戰 屢是不爽 覺得還可以再更辣一些 糖末是嗎 糖末 最大片的 糖末 要牛奶嗎 不用 他說不用 來 給他兩片 給他兩片 來 糖末來 這應該上市 這應該推上市是不是 這應該上市 推期間限定上市 有感覺 好 來我們也同樣後面稍等一下 因為剛剛這個筷子碰到了 糖末的嘴唇一點點 好 我們換一下 拿去銷毀 銷毀 打一個銷毀 好 來 別的不說 光看糖末的臉都紅起來了 是真的有辣 要辣的還小的 都可以嗎 平常吃辣嗎 野蠻辣是嗎 上不上市就看你了 我們今天直接做市場調查 如果都覺得該上市 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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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辣版的剝皮辣椒 來 我覺得可以 可以嗎 可以上市的意思 你太快決定了 再攪幾下 後鏡還蠻強的 後鏡強 牛奶需不需要 後鏡很強的 很強 這個說不出話來 這個說不出話來 而且他們是停很久 但是其實我們吃是 一片一片接著吃 基本上很快的就有 很快就有感覺了 好 接下來是壓壓是不是 來壓壓麻煩 壓壓選的算是中的 壓壓吃辣嗎 是中 吃辣 吃辣 你平常吃最辣的東西是什麼 麻辣燙 麻 麻辣火鍋哪一家 哪一家 有好幾家是真的很無聊 小小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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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比一下來 比一下來 試試看 那就是你根本還不懂辣 還可以 剛放進去都是這樣的 好貼心喔 我們的辣椒先生 來 好 還可以喔 好 還可以 可以喔 這個跟各位分享一下 剛剛第一位希希嘴巴已經腫了 所以 希希整個已經超辣了是不是 還是覺得超辣嗎 還是可以上市嗎 還是可以上市 好 那我們的幾位老闆們 好啦 太棒 稍微吸收一下 我們這些朋友 對 我們也算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進行這個市場調整 我吃一下好了 我對他有點 少不了當然是你 大家都在等你吃了 有沒有 大片的 後面再說要大片的啦 好 來一個來一個 沒有要吃辣嗎 吃辣吃辣 我嘴巴腫完還可以主持嗎 可以啊 哦 油辣 他們一直在表達心情 但是沒有 然後麥克風收到 你剛剛說什麼 後勁有 因為他開始那個頭腦會開始燙燙 脹 脹 對 脹 脹 又開始出現了 謝謝 好吃 好吃 很辣 覺得應該上市嗎 要 要上市 限定版之類的 限定版好像可以 各位在敲碗的聲音 我相信我們的品牌總監都聽到了 不過還是要麻煩我們的 老蕭又來一片 哇 是來真的 欸 今天這個還是 我們還是在工作 除了吃好料之外 還是要麻煩 我話都快講不出來了 麻煩我們老蕭 幫我們一一的送上 送上這四位 我們的精美好禮好不好 來來來 現場的朋友們 也給我們這四位 鴨鴨 Dog 然後還有這個唐墨 是不是 最後還有西西 恭喜你們四位 今天獲得了 哇 來到現場 有互動 還有好禮可以帶回家 當然就也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辣椒 你拿太多了吧 他會分 分給大家 對 有好料不藏私 這個當然就是 跟我們的老蕭是一樣的 最後一位 西西 來 好 謝謝 來 最後是什麼 還要再一次的 鳳牛奶 好 你看看我們這代客之道 不是來假的 最後的 好啦 要不要四位 五位一起合照一張好不好 老師要站中間 我們讓五位一起合照一張 好 來 要不要往前面走一點點 工作人員先幫我們收一下桌子 來 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下桌 謝謝 來 我們歌迷朋友們 所以在這一次從這個醬汁到麵的本身 這個日曬關妙麵之外 一切當然少不了的就是 老蕭隨身攜帶的剝皮辣椒 一樣都少不了 今天的辣椒先生正式的推出 也希望大家繼續的來給我們 捧場一下我們的這個老蕭拌麵 OK嗎